你也是母亲 你能理解这些事情吗 为了闺蜜 为了朋友 为了自由 这不是正常人该做的事情 但是有很多事情 你是想绕也是绕不过去的 你知道吗 我们嘉怡前一阶段 他也轰轰烈烈地去谈过一场姐弟恋 不靠谱 真不靠谱 他大概是想找一个比他年轻的 活力四射的 将来他的日子可以过得轻松一点吧 但是在我看来 他简直就是一个腹地舞 我也很抓狂啊 我不止一次歇斯底里地对着他是 又吼又叫 无济于事 最后我把自己给弄病了 我白天我坐的那发呆 晚上两只眼睛放光 我真小真小地不睡觉了 我也不止一次地去看那心理医生 但是最后 但是最后 邓医生 你知道吗 治愈我的不是药 是我明白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人这一辈子 不就是求而不得 不就是身不由己吗 你任何一种选择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好了 我放下 我全都放下 我想大概只有我安静了 那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了吧 后来人家自己走着走着 头撞了南墙 不也就回来了吗 人无婉人 人无婉人 我从小就教育我的孩子 妈妈不希望你将来长大了 变成一个婉人 你要有足够的独立和坚强 你才可能去面对 你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挫折 您说对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你说说现在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一安宁丸 1886年始创于中国香港 130余年品质坚持 东崇夏草 陆荣 海马等重要十大名贵药材 几乎尽为所用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 手麻 脚梁等症状 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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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关节发软 无力 不适 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建立多 十年专严骨关节 安膀加软骨速 补软骨 护关节 关爱关节 请选建立多 擦明时间到 黑白黑 软滚滚 是我最爱的奥利奥 是熊猫 是熊猫奥利奥 扭一扭 舔一舔 再泡一泡 好吃好玩 奥利奥 泡出重新 玩在一起 我的一些同音乐的朋友 总在跟我说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的年轻音乐人不行 你懂多巴爱少年的国风吗 在我们的舞台上又再次营造了一个戏剧的氛围 这个歌跟传统文化都有很大关系 他的身份是一名学系十一年的昆曲演员 我是跟戏剧一块接触的姚务员 我希望让这门艺术变好 号召大家一起跟我扛起传统文化这个担子 我希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武侠精神 客户拼夺 抗击外敌 他这种狭气 不希望我们有一点输的可能性 今晚七点半 淘宝 青年叛计划 淘宝天猫618 好货好价逃不尽 城市与教理 每个人都各居其所 各居所望 我太了解你了 有人选择租房而居 在繁忙的工作中 建一个独属于自己温馨的小屋 有人选择房车而居 他们将城市作为自己的家 用四个轮子满用时间 我不可能能够更喜欢两个人呢 就简简单单的开着一个车 去到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 享受当时的那个环境和氛围 我希望好好和你租成一个家 在这个深圳的城市中 他们接近爱情 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撑 他们的婚礼即将绽放 期盼着他们的幸福时刻 周日晚8点10分 荣子酒庄七度鲜亮葡萄酒 中国婚礼好事成双季 荣子酒庄七度鲜亮葡萄酒 年轻就要喝七度 好喝好看又出片 想轻松拥有丝丝顺滑的秀发吗 新飘柔洗发水 搭配精华护发素 养护一分钟 柔顺48小时 一输到底 柔顺更轻松 飘柔精华养护系列 看安背牌长颜岭 不仅止蟹更能削长颜 累计卖出五亿多核 看安背牌长颜岭 不仅止蟹更能削长颜 累计卖出五亿多核 关节发软 无力 不适 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建立多 十年砖眼骨关节 安糖加软骨素 补软骨护关节 关爱关节 请选建立多 快看 汪汪队 申请出动 剑达奇奇弹 是萌萌 汪汪队玩具活起来了 还有剑达奇奇弹新任务 寻找金色萌萌玩具 有惊喜 有一种恶是妈妈们觉得她们饿了 就像你说的 真的是可怜天下服务心 董医生 现在我倒是想劝劝您了 别老把自己关在家里头 胡思乱想焦虑不堪的 快乐是咱们自己找的 我每周的一三五都会在老年大学去学画画 明天我就有课 我明天来约你 我们一块去 你也去感受感受 好吧 不行不行 为什么我哪有这种艺术细胞啊 我现在呀 都快连我女儿啊 都看不明白了 我都不知道我将来怎么给她当妈妈 可是妈又不能辞职 太后和老公主在一起 你觉得谁加上班了 你把老公主请来也没用 这二位壮一块只能是更大的灾难 讲不定 她瞎讲八讲 就把太后很高兴了呀 无极可食你不如赌一赌 谁让你和教育那么容易就交代了呀 不交代能行吗 三堂会审 这双方父母啊 都已经创好口供了 我们再怎么编 故事都远不回去 来 妈 还崩了呢 搞死人了 你们真的要搞死人了 妈 你就不要卖官司了呀 你妈是这种水平吧 搞定她了 明天一大早 跟着我去老年大学学画画 太后都搞得定 来点实惠的 我看中了一款宝宝 发到你手机上 明天就给我买 你买送人啊 开门 再见 送谁啊 管不着 不管不管 公司了 妈 我找到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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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 你让我找到一家 你让我找到一家 你把我找到一家 这你带来 你大的 刘敏 后来没找你们麻烦吧 要索赔来着还下了律师函 结果让徐丽一顿仇骂 说就是因为她损失了一个 优秀的美术馆馆长得不成失 说她再闹下去的话 就找几个艺术家写一封联名信 直接发到国际期刊上 结果刘敏啊立马就服软了 她算是撞在枪口上了 徐丽这个人呢不懂艺术 平时最在意的就是美术馆的利益 现在展览闭幕了 正窝着一肚子的火 没出发呢 我们之前啊 确实对徐丽有点意见 可是没想到啊 她能对刘敏是这个态度 觉得她还是有点鼓起的 尤其这次啊 也是她 支持我来找您办展的 她真的想好了 我现在 可是一文不明 陈老师 我一定要做您 第一个展览的策展人 这些啊 都是我最近放开了座的 风格上有些散乱 还在摸索中尝试呢 您的体系 我一看就能明白 这样 我先整理一下思路 等过两天 我想好了之后 我再找您过来商量 还有这些资料 你都拿回去 仔仔细细地看 别因为是我 降低自己的专业标准 我懂 这些资料